立法院經紀委員會今天邀請了經濟部長張家柱 進行了核電廠地質總檢查的報告 不過立委呢卻把焦點鎖定在核四廠長傳出 洗開了十一桌 宴請了核四安檢人員吃龍蝦的事情上頭 就問張家柱說 這是不是在討好安檢人員呢 而張家柱說呢 這個廠長只是近地主之一 外傳核四廠長王柏輝 以高規格宴請核四安檢人員龍蝦宴 立委17號在立院經紀委員會質疑此舉是不是有拉攏之嫌 經濟部長張家柱做出回應 認為只是人之常情 媒體無需過度解讀 那是他私人為了感謝大家的協助 私人為了感謝 對 這是台電同仁告訴我們 那就更不對 那就幹不對了 他循私 他在收買人家 絕對不是 人家就查他的廠 他私人感謝什麼 我覺得他是以廠長的身分 這麼多人來幫他做一些工作 他要請大家吃個飯 我覺得這也是人之常情 但立委仍然炮轟張家柱的回答 不該如此敷衍 凡事還是要按照標準來 我覺得部長 你今天做經濟部長 你要清楚明確 你不要觸不觸 動不動就是人之常情 今天就這種人之常情 貪獨舞弊 我覺得工程師不是那麼容易被收 就這樣把台灣的政府搞壞了 另外日前傳出前核四安全監督委員林宗堯 不願接受政府聘請的職務 江家柱解釋是林宗堯 個人不願被貼標籤 影響公正性 但仍將擔任外部專家 從外部監督核四安檢 他從開始 他就不願意擔任政府的一個委員 他不願意擔任這個 不願意被拼標籤 那叫怎麼擔任委員 所以他是外部獨立的督導 所以我們開監督小組委會的時候 他會來列席 但是他不要擔任委員 核四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江家柱急於向媒體解釋清楚 就是不想讓民眾對核四 留下壞印象 雨滴NTV 陳希文 邱興宜 台北報導